作为一个从来赶不上热点的时尚社会学up主 我这次本来是想在家踏踏实实躺平看冬奥的 结果当我看到日本花华选手余生结弦 在冬奥会上亮相的choker造型时 我又坐了起来 choker这种极难被男性驾驭的配饰 居然被余生结弦穿出了一种脆弱而高贵的美 我只和时尚老阿姨的爱美之心 就这么被轻轻撞了一下 我不由得想到 当初来B站发的第一支视频 不就是出于一种想把那些打动过我的原始的感动 分享给大家的冲动吗 这个从名字开始就浪漫的一塌糊涂的与生结弦 让我再一次有了这种原始的冲动 虽然我知道当你们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 北京冬奥会可能都已经结束了 然而这篇视频无关热点 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与生结弦的表演为什么那么美 它的美为什么能够打破国界 打动全世界那么多人 以及我从它的表演中如何体会到了美的三重境界 这三重境界就是 外表美 心灵美 和你妈觉得你美 这三重境界就是 第一层 它穿着七彩花服从你的梦中走来 第二层 不似则失其所以为师 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第三层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大家好 这里是想和你一起穿远美的三重们的天才女友 我们先来看第一层美 它穿着七彩花服从你梦中走来 这个七彩花服 在花样花冰的世界里 叫做考斯腾 考斯腾 Costume Costume 也就是花花选手的战袍 既要美又要活动自如 让我们快速回放一下 与生结弦Costume进化石 你们能看出哪一年之后 它的Costume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吗 是的 在14年前后 当时18岁左右的羽生 在Costume上 相比传统男花花选手 做出了一个明显的突破 这个突破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加入了大量女性化元素 虽然2014年以前的个别造型中 也出现过羽毛和夜边这些元素 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 而14年之后 羽生的Costume 才成了独属于她的样子 从歌剧映影中 黑白金的华丽装饰 加上领口袖口腰部的 大量蕾丝褶皱射击 心脏之夜中的白色羽毛 后背的深V剪裁 再到Origin 3000多颗亮钻 和奢华的羽毛状花边 组成的黑金战袍 以及改良版加入了15朵玫瑰 和三只立体蝴蝶 再到今年北京冬奥短节目中的 金羽毛和Choker造型 这些设计不仅模糊了性别 而且和羽生结弦 本身阴柔的东方美气质 以及鲜瘦的身材非常贴合 可以说是这些服装 伴随着逐渐脱去稚气的羽生 化剪成蝶 长成了仿佛从我们梦中走来的 翩翩贵公子 说到这里 我的挖掘机模式又要启动了 是什么力量促使羽生的造型 有了这样的突破 它如何在一个历史悠久的运动里 做出这么不一样的美学 于是我去申巴了所有羽生结弦 服装设计的资料 发现近些年 她的服装都指向了她背后的一个女人 14年 正是羽生开始和著名花华服装设计师 伊藤聪美女士合作的时间 那么这个伊藤姐姐是何方神圣呢 羽生的美是她一手塑造的吗 伊藤之余羽生 是否就像刘培基之余梅艳芳一样 是那个用服装造型把他们的灵魂表达出来的人呢 本着自己挖坑自己填的天才挖掘机精神 我又去发了伊藤的履历和硬词 他的硬词上写着 20万日月 也就相当于人民币1万多 就能定制一套花华服装 和动则几十万的高级定制相比 是不是有一种很划算的感觉 怎么样 心不心动 有趣的是 伊藤的硬词上也展示了 她给不同花华选手定制的服装 但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种惊为天然的感受 在羽生结贤的服装上是独有的 我又做到了伊藤姐姐非常诚恳的另一段采访 原来 无论是服装的颜色 材料 剪裁和呈现出来的形象 全都是由羽生亲自决定的 如果伊藤不是过千 羽生的造型真的来自于 她自己的创意和灵感的话 那她是怎么做到这样的神奈之比的呢 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个层次了 不肆则施其所以为师 肆则施其所以为我 我选一段 这支羽生2015年打破世界纪录的风神之作 阴阳诗 这套服装一共改了四版 以这个日本著名IP中的阴阳诗白色兽衣为灵感 衣服的前片后片加入了大量的刺绣和宝石装饰 白金子是服装的主色调 黑色手套又和白兽衣形成强烈反差 阴阳诗之所以令羽生界限一战风神 不仅因为这个节目既凝结了浓厚的日本文化和美学底蕴 还因为她是羽生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 据说羽生在看完电影阴阳诗之后 在主角安倍晴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甚至把自己的呼吸声放在音乐的开头 据说是为了让自己跟随呼吸进入比赛状态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版 通过这个呼吸 羽生变成了安倍晴明 换句话说 羽生在阴阳诗的表演中重新塑造出了自己 正所谓不似则是其所以为诗 似则是其所以为我 这是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日之录》里面的一句话 意思是不模仿古人无法成诗 然而纯模仿古人又不足以为创造 美的这一重境界就是重新创造 羽生在这场演出中彻底和其他花华选手拉开了境界 花华本身作为一项竞技运动 有很多规定的动作范式 这些范式就像诗词里的格律一样 是诗词之所以为一种文学形式 花华之所以为一项竞技运动的基础 然而如果完全遵循格律 诗词虽然得之公正 未免会失于意境 也就是说少了一点灵魂性的东西 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是诗人的自我表达 诗人的全新创造 放到花华里面讲 如果单纯追求在一个表演节目中最大化技术难度 选手就成了实现技术动作的工具人 而羽生在阴阳势中的表演 超越了花华运动的规则和范式 不局限于技术 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领域 她用着装 动作 眼神 音乐 等全套高精度细节 将花华技巧和强烈的自我表达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最后说的羽生这些美的第三个层次 这个层次有点不可描述 基于朱光潜老师的这句名句 灵魂在节奏中的冒险 我们喜欢一本羽生结弦写真的名字 叫做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在羽生结弦古爱玲这些天才选手身上 我们经常会被一种仿佛无形的力量所感染 这种无形的力量 好像不仅来自于他们完美的表演和拼搏的状态 而是来自于他们周身散发的一种发光的气场 和颜值有关 但又不全相关 看人莫名其妙就很感动 很受触动 让本来躺平的我们都想起来搬砖 有时候我会想他们身上的光到底是什么 是强者的光环 是对瘾的渴望 还是人类冲击极限带来的感动 在我看了更多羽生的采访之后 我觉得也许这些答案都不够准确 他也说过 自己好像一直戴着一个名为余生接线的假面 但他其实一直想为自己滑冰 他在不开心的时候甚至也想过死亡 他知道自己很脆弱 即便知道自己是渺小和脆弱的 也许这些渺小和脆弱中的冒险 宇生接线在采访中常用到一身玄命这个词 记得我的清酒老师和我说过 一身玄命是很多日本江人共通的价值观 一个玄字说透了这种兢兢业业的敬畏之心 对运动员来说 这个玄命真的太玄了 宇生在采访时说过 为了冲击4A这个花花史上最难的动作 他每次都冒着脑震荡甚至摔死的风险 但他就没有办法停止追寻 因为那是他唯一的目标 这种作为渺小个体想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变得更强大 去触摸天空的渴望 让人很难不为之动容 在那一刻 生命好像经由他们活出了自己 灵魂终于能在肉体的杰作中自由地冒险 接下来登场的是 两届冬奥会男单冠军获得者 宇生结贤 最终在他延伸中可能是最后一届奥运会上 宇生坚持以4A跳开场 然而摔倒在地 他迅速起身 一段舞蹈之后 尝试第二次4A 继续倒地 他又快速地站起来 完成了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 有人为他惋惜 然而宇生接先在赛后的采访时说 某种意义上 正因为有前半段的两次失误 才让我把这个天与地的故事 表现得更完整 天与地 这个日本著名的大和剧 讲述的是一个软弱的战国武将 脱胎成为一代战神的心路历程 而这一天 于生也在冰场上再度封身 因为他看过了书影 在天地间触碰人的边界 还因为他如同一个战场上的殉道者 鱼血蓝简凋零 用生命陷阱无常 用一次表演 实现了日本文化中美的极致 那注定凋零的无哀 那不完美中见美的茶几 我突然觉得 在这些最伟大的运动员身上 看到的美 和那些最杰出的艺术品中的美 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理解的美的第三重境界 能让我们每一个人 穿越个体的渺小 看到无限的伟大 你赞同我的说法吗 或者说你们在 与生结线的表演中 看到了什么 欢迎评论区跟我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 这里是天才云友 眼界改变人生 我们下期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